养老金和年金有什么区别? 我们俗称补充养老保险 是养老体系的第二支柱 这是从概念上 我们要先进行一个区分 那么他们具体的区别有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年金它跟养老保险一样 也分单元部分和个人部分 但是不同的是 无论是单位讲的年金部分 还是个人讲的年金部分 最终通通都去进入到了 我们的个人账户 然后实行全额积累 而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 是单位部分进了统筹 只有个人缴费部分 才进个人账户 对吧 这是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 其次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呀 第二个区别就是说 他们自己来决定缴费的一个基数 你看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是跟员工上营的工作水平挂钩的 你是高工资 你就是高缴基数 高基数对吧 那么你是低工资 你就低缴社保 你就低缴社保 你的基数就会很低 它有一个上限和下限 如果你的上年的这个平均工资呢 低于社平工资的 高于社平工资的三倍 你按照社平工资三倍去缴纳社保 对吧 如果低于社平工资60% 那你就按照60%下限去缴纳社保 如果是在上下限之间 我们是按照实际工资水平去缴纳社保 也都是它对这个社保缴费基数 是有个严格的一个规定的 但是年金不一样 到底单位缴多少 个人缴多少 缴费基数是多少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呢 来决定或者是商量 这块是不一样的 但是共同点是什么呀 肯定就是缴的多拿的多嘛 对吧 缴的多拿的多 其次就是缴费比例 年金的话呢 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 加起来的缴费比例呢 是不能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12%的 那么如果单位要给员工多缴的话呢 那么最多只能缴员工工资总额的8% 不能超过8% 不能超过8% 这就是我们年金跟养老保险最根本的几点区别 那说到年金了 那我们就说 那如果单位给我们讲了年金 这个年金到时候怎么领取呢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它跟养老金呢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退休以后才能领 退休以后才能领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呢 我们可以一次性领取 或者是按月去领取 好 那如果说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出现意外了 那应该怎么去领取 例如 我丧失劳动能力了 或者提前退休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次性领取 或分次领取 或者是我出国定居了 那么出国定居前 我可以一次性领出来 或者是 还没退休 人亡了 人不在了 那我们可以指定我们的继承人 或受益人呢 去办理申请领取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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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